要說屬性視窗 就可以出來了 屬性視窗 那當然你如果不小心把整個專案都關掉也沒關係啦 也就是之前同學這樣子 他就不小心把整個專案一打開之後 全部變成什麼灰底 然後呢他就要按一下 還是灰底 那關掉又再開還是灰底永遠都是灰底 然後他就想說完蛋了是不是要把以色友重灌 我說不用 你就直接 檢視記得一個 叫專案總管就好了 就出來了嘛 對不對 所以以後呢 假設你畫畫面上東西不見沒關係 你就不用緊張 就在檢視裡面 去找到需要的東西就好了 包含什麼呢 專案總管 如果你需要開發表單的話你再把什麼呢 屬性視窗叫出來 那上下可不移動呢 可以把它往下拉一下 這樣就OK了 那基本上如果你是做程式開發的話 像我們之前Visual Basic的話有沒有 其實不需要到屬性 會用到屬性是我們的什麼呢 表單 才會用到屬性 所以一般開發如果沒有沒關係 關掉的時候你就把它打開來就可以了 OK 第一個 環境的設定 所以等一下你們可以這樣 不小心關掉沒關係 再把它叫出來 這個環境設定 第二個就是說呢 請各位先 這個是完成的畫面 我如果要做出類似像這樣的畫面呢 該怎麼做 第一個 請各位 先 把這個name的部分 先更改 那這個名稱的話呢 把它改成叫home 那這個home的話 就是將來我在撰寫程式的時候 要控制這個表單 啟動的話 就是home.show 就好了 如果要隱藏的話 home.high就好了 他就關起來了 開就是show 然後關的話就是high 就是隱藏 那所以呢我給他一個name 不過我這個name已經有了 所以我把它改成2好了 OK 你就把第一個name改一下 第二個的話上面叫user 1對不對 這個名稱 那如果我今天不要叫這個 我想要叫什麼 什麼什麼 XX 什麼什麼 進銷存系統之類的 那你可以怎麼樣呢 那這個部分 就是他的外觀 這個外觀的名稱叫做 caption 他有個屬性叫caption caption的話你就把它變更一下 caption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直接把這個地方改成叫做 某某 消貨系統 諸如此類的 一個名稱 那這個地方如果你更改之後的話呢 他右上角也會跟著更改 所以這邊我如果把它更改一下 這打上去之後按Enter 你會